新的案件上显示和之前相比 孙安佐的罪名多了持有犯罪工具 意思是拥有任何意图犯罪的工具 属于一级轻罪 显然这是警方找到手枪 以及大量弹药之后夹的罪名 一级轻罪最高判五年 两项一级轻罪加起来最高十年 而在新的案件中 地方法院还加载了一份记录 要检视结案前相关事项 显示此案已经进入认罪协商 不过律师认为目前孙安佐人 在狱中对他很不利 美国媒体报道负责孙安的起诉方 将由宾州德拉瓦郡检察官 科普兰办公室负责 科普兰今年刚上任 高喊打击枪支犯罪 应该是一名相对强势的检察官 而负责起诉事务的助理检察官 康利则有三十年的资历 另外有媒体指出 孙安佐在事发前五天 申请上宾州天普大学犯罪学系 但入学资料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疑似因为涉及刑事案件 被取消入学资格 天普大学有百年历史 在全美排名一百一十五名 其中犯罪学系排名层高达 十一名表现优异 如今一切落空 恐怕让他回不当初 记者综合报道 aussi 突然 还 Ve 调